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玲 大家好我是Peggy Peggy 刚踏入股市的新手们 准备好资金也完成开户了 接下来就是选投资标的 只是很多新手对于看盘好像感到有点 对于这些超级新手来说 看到股市软体上面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 相信一开始都会有点不知所措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 投资新手如何运用这些软体来看盘 帮助大家一开始的投资之路能够更加的顺畅 哇真是太棒了 知道如何看到这些数字之后 开始投资一定会更有信心的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你今天是用手机 就是先以许多人都持有的 苹果手机内建的股市APP来举例 首先点进来可以看到这一排就是所谓的公司名称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观察的标的呢 不管是台股美股或是任何国家的股票都可以 按右上角的编辑观察清单 再去右下角按加入 选择你想要观察的标的 搜寻名称或是代码 那台湾股票代码通常是四个数字 每股呢是一到六个英文字母 然后再按加入观察列表就可以了 右边呢就是当下的股价 我们都知道在开盘的时段呢 股票是随时都在交易嘛 代表这一排数字是会一直变动的 如果是交易时段之后看 则是会显示该公司今天最后一笔戳合成交的价格 至于股价下方则是今天的涨幅 股价涨或跌了几块 而点一下呢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呈现方式 现在这支股票市值多少啊 涨跌几%等等 然后这些呢都可以自由调整成想要的数值 来观察 没想到现在的看盘人体真的是很方便呢 各种数值都可以观察得到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数字呢 好我们以台积电2330为例 点进去上面有一个图表 可以来观察一天一周一个月等等的股价走势图 那最长呢可以看到台积电从上市以来的股价变化 最左边的这一行 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 然后顾名思义呢就是今天开盘以来 第一笔买卖的成交价格为何 以及今天的成交价格最高跟最低又是多少 另外我想补充一个东西 有时候你在别的软体上会看到买进价卖出价 那今天呢当我想要买股票的时候 需要看的是哪一个呢 这两个呢分别是目前市场上面 买方愿意出价买进股票的最高价格 跟卖方愿意出价卖出股票的最低价格 所以今天如果我要买股票 就要去看卖出价格 反之我要卖股票呢就是要看买进价格喔 哦终于搞清楚买进价 与卖出价的差别了 大家也千万别再搞错咯 那接下来呢是看中间的这一行 分别是成交量本益比跟市值 成交量呢代表这档股票的买卖 双方完成交易的股票数量 透过成交量呢可以看出市场资金的流向 同时也可以显示出市场的热度 有些投资人呢会看这里来决定是否要进场 因为担心有时候成交量低的股票呢 会不会买了之后 反而挂单很久却卖不掉的疑虑 再来呢就是本益比 通常是用来判断股票是否是便宜或是贵的依据 预测买入该档标的回本时间 本益比的公式呢是股价除以每股盈余 本益比越低代表可以用相对低的价格购入股票 比较快能够回收我们的投资本金 好反之越高呢则是相对用比较高的价格来购入股票 或是比较久才能够收回本金 通常我们也是建议越小越好 但当你想要参考本益比作为买入依据的话呢 建议要先观察EPS EPS要稳定 那么此时本益比呢才会有其参考的价值 那最后一个就是市值喔 它的算市呢是股价乘以发行股数 从算市可以看出随着每日股价涨跌变化 可以反映出一间公司的规模跟市场上面对它的信心 除此之外呢我们所关心的大盘加权指数 就是以市值加权 所以市值越高的公司对指数的影响越大 台股中呢目前最重要的市值加权王 也就是我们的台积电啦 哦原来市值也有算是可以参考啊 你很常看到别人说要看本益比 来决定要不要买这档标的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好再来就是52周最高价跟最低价 就是这一年之间这间公司交易的价格 最高价跟最低价分别来到哪里 是不是废话 有些人呢认为52周的高低点呢 是可以预测未来价格走势的重要因素 好再来是平均成交量 公司呢是成交量除以成交比数 可以知道主力或是大户是否进场 买卖股票的方式之一 举其中一个常见的状况 像是平均成交量变大 表示有大额交易 这时候可能是有主力或是大户进入市场 反之变少代表参加交易的是散户居多 再来看最后一栏常常介绍的值利率跟EPS 公司就在画面上 那因为我们先前常讲到 那我们这边就先不多做介绍咯 有兴趣可以点我们右上角连结 去看其他的影片 那投资新手呢可能对于风险系数比较陌生 风险系数又称为Beta值 是一种评估系统性风险的工具 我们可以利用Beta值来衡量单一标的 或是一个投资组合 对比大盘的波动性 也就是你投资商品的报酬率 相对于大盘的表现的波动程度 而画面上的表格呢 代表风险系数高低的意思 哇原来看盘APP可以看出这么多东西啊 那如果今天是习惯用网站看的人 我们又可以去哪里看盘呢 好刚刚苹果手机的股市那一件APP 它的资料来源是Yahoo Finance为主 那网页上的看盘软件呢 我们今天一样拿Yahoo Finance为范例来操作 拿最近出新手机的Apple来当范例 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右边是它的股价走势图 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区间 来看股价的变化 那其中要注意的是呢 台股跟美股是不同的喔 台股的涨是红色蝶是绿色的 然后美股是反过来的 涨是绿色蝶是红色 所以当你去选择这些区间的时候 就可以用颜色一眼看出来 这五年呢 苹果是涨还是蝶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左手边的数值 第一个就是前一天的收盘价 再来就是今天的开盘价 接下来是这个Bit跟Ask 所谓的买进跟卖出价喔 跟刚刚介绍的一样 如果今天我要买股票 就要去看Ask 卖出的价格是多少 反之我要卖股票呢 则是要看Bit 买进的价格是多少 52 week range 则是52周以来交易价格的最高点 与最低点各式来到了多少 Volume则是成交量 就是某个时段中买卖双方成交的数量 而成交量呢有两种衡量方式 一种是成交金额 那另一种是该商品的单位数 在台股的成交量单位是张数 在美股则是股数 那下面Average Volume 则是刚刚有提到的平均成交量 以前在TD下单的时候 那个时候Bit跟Ask 我有一阵子常常搞不懂 大家在下单之前 也最好要再三圈来买 或卖股票才会比较安心喔 好接下来呢有个Market Cap 则是所有发行股票的总市值 计算方式是发行股票 乘以目前股票的市价 通常市场资本低于10亿美金 称为Small Cap 高于50亿则称为Large Cap Beta PE Ratio EPS 就是跟之前介绍的一样 分别是风险系数 本益比跟EPS 这里也就不多做介绍了 Earnings Data 是公司发布财报的日期 那Ex Dividend Date是除息日 Forward Dividend and Yield 当然就是目前的殖利率有多少喔 虽然苹果的殖利率不高 但大家都知道 它比较是偏向成长型的股票 股息相较之下 就不太会是它的重点了 这样听下来对于看盘 感觉更有一定的基础认识的耶 不会一打开就一堆数字 一看三不知 然后就很想退出 不想看啊 当然以上呢 这些都是很基础的看盘方式 其他数字 大家都可以试着去看看 有问题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 那当你对看盘有了基本的认识之外 接下来呢就是找到值得投资的股票 想知道如何用这些股市软体上的数字 在美股中找到好公司 适合长期持有 来创造力滚力的复利效果吗 想要找一个稳健风险低又不用低盘的投资方式吗 快来听一看我们的免费家投资分享会 我们让你知道如何在众多投资标的中 选择适合长期持有的好公司 那判断合理的价格 做好资产配置来控管投资风险 还可以点下方的连结 然后期待在分享会上跟你分享更多喔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喔 记得开启小铃铛才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